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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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白蛇 名字叫做白素贞 它经过很多年的修炼 终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白素贞是一条白蛇 它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是一条青蛇 名字叫做小青 经过很多年的修炼 也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哇 真有意思 两条蛇是好朋友 它们还变成了两个美丽的姑娘 后面的故事更有意思 有一天白娘子和小青一起来到了杭州西湖 它们要找一位名字叫做许仙的男子 为什么要找到许仙呢 原来呀 当年白娘子还是一只小白蛇的时候 有一天一不小心被人捉住了 是许仙救了它 现在小白蛇变成了白娘子 所以它要找到许仙 报答许仙的救命之恩 看来这个许仙是个善良的人 那它们在西湖找到许仙了吗 当然 就在这座断桥上 白娘子找到了许仙 而且它们很快就相爱 并且结婚了 还在杭州西湖开了一家药房 帮助穷人们免费看病 它们真是好人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白娘子试试 它可以和许仙生活在一起吗 是个很好的问题 维娜你看呀 虽然白娘子是蛇 但是它是真心的对许仙好 而且还帮人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本来它们生活在一起 是非常开心的 可是后来 一个名字叫做法海的和尚 发现了白娘子是一条蛇 我猜那个法海想要破坏它们的生活 对不对 维娜你猜对了 法海告诉许仙 白娘子是蛇变的 许仙当然不愿意相信 她不愿意和自己心爱的白娘子分开 法海生气了 就把许仙关进了金山寺 那白娘子一定很着急 是啊 白娘子一直等许仙回家 可是许仙一直没有回来 白娘子非常着急 她到处打听 终于得知许仙在法海那里 她赶紧跑到金山寺 请求法海放许仙回家 那那个法海放了吗 没有 法海不肯放许仙回家 白娘子没有办法 只好和法海打了起来 白娘子修炼了一千多年 一定很厉害吧 嗯 白娘子是很厉害 不过那个时候 她已经怀孕了 要当妈妈了 结果还是输给了法海 被法海压在了雷风塔上面 天哪 太让人难过了 嗯 威娜 别难过 你忘了吗 还有小青呢 对 小青也很厉害 一定有办法 嗯 但是那个时候啊 小青的功力还不够 还打不过法海 她离开金山寺以后呢 一个人在深山里默默地修炼了很多年 后来终于打败了法海 救出了白娘子 从此呀 白娘子 许仙 还有他们的孩子 就一起在西湖边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嗯 这个学校我很喜欢 他们在韩州这么美丽的地方 生活一定很幸福 老师 这是什么字呀 哦 苏迪 威娜你看 这就是苏迪 苏迪是一条被绿色包围的大迪 因为是苏氏当年在长州当官的时候主持修建的 所以呢 叫苏迪 在朗坡里面 搭了 现在是苏迪 苏迪 背了 心的 你 看到一个 老师 苏氏是谁 苏氏是宋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 也叫苏东坡 他不仅是一位诗人 还是一位文学家 书法家和画家 他还治理过水灾呢 我们看到的这条苏滴 就是苏氏当年治理水灾的时候留下的 如果我是诗人 看到这么美丽的情字 一定会写诗的 你说对了 苏氏还真的为西湖写下过很多有名的诗句 比如这首《引湖上出情后雨》 水光练艳情欢好 山色空蒙雨溺起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香 淡妆浓膜是化妆的意思吗 是啊 这句诗的前两句 水光练艳情欢好 山色空蒙雨溺起 讲的是晴天的时候 西湖水波荡漾 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灵灵 漂亮极了 下雨的时候 西湖远处的山 在细雨中时隐时现 展现出一种朦胧的美 后面两句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香鱼 是说 如果把美丽的西湖 比作漂亮的美人西施 那么淡妆也好 浓妆也罢 都能够很好地 展现出它的美 是啊 如果是西湖这样的美人 无论花什么样的妆 看起来都很漂亮 淡妆浓膜总香鱼 写得真好 维娜 看起来你很喜欢这首诗 想不想学习一下呀 太好了 老师给我 叫我吧 水光练艳情方好 深色空蒙雨逆起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香鱼 老师 我很喜欢这首诗 除了苏氏还有别的诗人 写过西湖吗 有呀 唐代的白居易 也来过杭州做官 而且呢 他还治理过西湖水 他写过一首诗 名字叫 《前塘江春行》 是写过春天的西湖吗 是呀 你来听一下 几处早阴 蒸暖树 谁家心艳 浊春迷 乱花见玉 迷人眼 前草才能 摸马蹄 这是什么意思 早春时节的西湖边 阳光暖阳阳的 几只黄鹰 真心飞到树丛里 有燕子呀 啄来了春泥 来建筑自己的新潮 岸边的青草 绿油油的 小草刚刚长出来 才能摸过马蹄 五颜六色的新花 静香开放 我真想看看西湖的春天 春天的西湖好看 夏天也好看 夏天又什么样子呢 西湖的夏天呀 荷花盛开 宋代诗人杨万里写道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我见过我们学校出阳湖的荷花很美 那西湖的秋天呢 西湖的秋天 你就该看一看杭州的市花桂花了 金黄的桂花树 看过以后 身上会留下淡淡的桂花香 听起来很美好 我都想一年四季待这儿不走了 我们还得回学校学习呢 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吧 老师 在走之前 我想给同学们出几个小问题 好 你来吧 请听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示给大家看 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加油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